蓝苍江流出中国境内后 被称为湄公河 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水系 也是世界第六场的大河 昌渡自古就是从四川和云南入藏的蛮户 1950年10月 这里升起了西藏的第一面五星湖旗 今天这座山谷里的小镇成长为一座 拥有66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 这是西藏的第一所现代学校 成立于1951年 64年后 像这样的小学 西藏全区已有890所 适临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9.64% 拜拜 拜拜 赤九拉姆 今年12岁 刚刚升入小学六年级 他正在为考上内地西藏班而冲刺 妈妈晚饭做的是牛肉汤 这是为拉姆晚上的活动补充能量 尽管学习很忙 但每天晚上 拉姆还是要抽出时间 到广场去学跳闲子舞 我从三四岁的时候 就从电视里面看到 哥哥姐姐们在跳旋子舞 从那以后呢 我就开始喜欢旋子舞 咸子舞是在咸湖的伴奏下 再歌再舞的古老艺术形式 在吐蕃王朝时期 王康县就开始了跳弦子舞的历史 茶马古道 给贤子舞的传播提供了奇迹 今天在西藏 四川 云南等茶马古道沿线 都能听到悠扬的弦音 而弦子舞的形式也更加自由 我们都知道 弦子舞是我们昌都的特色舞蹈 对吧 对 这是昌都地区实验小学 正在进行的特别实验 校长打算 将藏族传统的弦子舞 改编成学校的课剑操 民族教育 它必须呈现民族的东西 让有民族的符号 民族的元素 深套到我们整个的教育中去 因为这一个弦子 是藏族的三大民间舞蹈之一 它是这一个轨家 非物质温华一餐 在长度是最糟的 今天老师还给大家 带来了一个大姐姐 她是六年级的大姐姐 四九拉姆同学 对啊 她会在前面跟我们做私话 到时候大家跟她好好学 好不好 好 五六七走 一二三四 六七八八 二二三四 四五六七八三 二 拉萨河的源头 秋季的牧场上 穷住家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二儿子刺猪 从青海民族大学毕业 马上要回家里县城工作了 九月一日开学的第一天 四树成为了一名藏语文教师 西藏实施双语教育 全区中专 高中和高校招生考试 藏语文都作为考试科目 成绩计记录总分 当主的文化的历史 主要是靠他的文化等年来 我们去下去 如果文化的研究 没有的话 将来这个文化的历史文化的消息 刚刚入秋 一场大雪在加乃玉措湖畔 不期而至 这是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 枪塘草原 独有的景致 湖畔不远处 此株和学生们一起享受着 学后的清新空气 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后 再回到湖乡 此株深刻地体会到 这片草原才是他今生眷恋 和依附的地方 明年 刺猪的侄女玉珍 也要离开牧场 去县城上小学了 但刚才无论会到 家中的小学生 我远我的小学生 那这个是 这些洋家 我还对 你要离开 很幸福 我愿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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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近冬天天气转凉 噶马德勒的画家搬回了画室 令老人欣慰的是 今年弟子们各自忙完了家里的农活后 又悉数回到了老师的身边 老师得来在老师上面的好处来 他们的眼睛们真的有儿子 人家说我们来咱们有口感 不是 毕业他们发行这是 人家有说 我给予予胡 我给予予胡 还有我的予予 我给予予杰 我给予予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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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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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儿 经过一年的练习 四九拉姆现在已经是学校的 闲子舞高手 各种节语 活动 他都是领舞 马上面临毕业 四九拉姆即将离开这所 他生活了六年的学校 如果以后我能考上内地西藏班的话 我希望能把这个昌都的玄子 交给更多的内地的小朋友 古老的闲子舞 正以一种崭新的方式 流行在学校 流行在昌都 相信 他也会以独特的神韵 流传到更远的地方 大人 大人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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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曲东来 枪塘草原上的藏明羊 开始弹琴珠爱 熊藏羚羊靠着自己的熊壮羊杠 将雌形驱赶到一起 通常一只熊藏羚羊 可以控制六到七只甲卷 最厉害的可以征服三十多只 不到万不得已 熊藏羚羊不会挑起战争 但如果遭到挑衅 交战就在所难免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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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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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年 又一批孩子来到了梅朵村幼儿园 在烈日下暴风雨中 家长们背着孩子一起放牧的情景 正在成为过去 京本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童谭 正在成为过 少华 童谭 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